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还是先来看新鲜出炉的舆情榜单 近日 辽宁舰最新训练画面曝光 展示了歼15舰载机起降全程细节 从座舱内的视角可以看到飞行员的手势动作 据悉 这是舰载机飞行员在空中编队飞行时 相互之间默契配合的手势 不一样的手势表示了不一样的飞行姿态和编队形式 根据俄罗斯军方28号介绍 俄海军在阿拉斯加附近进行大规模军演 超过50艘军舰和大约40架飞机参与 演习包括多次导弹发射演练 而近日 俄潜艇也选择在阿拉斯加附近上辅 俄媒28号报道称 美空军F-22战机对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 三对俄图142反潜机实施拦截 北美防空司令部称 俄军机在防空识别区徘徊了大约5个小时 其最近时距离阿拉斯加海岸仅有50英里 美国民众反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 大规模抗疫活动仍在持续 因威斯康星州警察日前连续射击 飞翼男子布莱克 美国民众怒火再次被点燃 据悉波特兰式的抗疫活动 已经持续超过90天 预计全美还将举行更多 反种族主义抗疫活动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30号10点28分 美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 增至596万并596例 累计死亡18万2752例 纽约时报近日对1500多所 美国高校进行调查发现 已有超过750所美国大学 出现确诊病例 29号 据印度卫生部数据显示 24小时内 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6,472例 这是连续第三天 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7万例 另据印媒报道 印度全国已有超8.7万名 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573名病亡 28号 针对美国国防部称 中国在南海进行弹道导弹试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 中国军队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 有关训练活动 是中国军队在中国近海开展的 例行安排 不针对任何国家与南海争议无关 28号 蔡英文宣布台湾将开放 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及30个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 从明年1月1号起执行 决定一出立刻引发巨大争议 据民调显示 高达73.7%的台湾民众 反对开放瘦肉精 美国猪肉牛肉进口 29号 北京市中小学 6个年级约59万学生开学 9月7号 北京市中小学将全部开学 今年秋季学期将持续21周04天 2021年1月30日迎来寒假 北京市教委表示 如遇特殊情况将根据有关规定 调整效力 28日 土耳其国防部称 土耳其战机27号拦截 并驱离6架希腊战机 近来希腊和土耳其 因海洋权益争端 导致双边关系恶化 对抗持续升级 26号 土耳其和美国 在东地中海海域 进行了军事演习 希腊和法国等四国 当天也在东地中海 开始为期三天的联合军演 当地时间29号 阿联酋宣布废除 该国1972年颁布的 抵制以色列的有关法案 允许两国之间开展贸易 等各种形式的合作 与此同时 以色列航空公司 并于31号直飞一个 前往阿联酋的商业航班 这将是首个 从以色列直飞阿联酋的 商业航班 建政脱贫 袁孟小康 本周中国舆论场继续推出 特别报道 朝决县地处四川大梁山复兴地带 是中国最大的遗族聚居县 也是四川深度贫困县 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 朝决县坚持挪穹窝与换穹业并举 创新性开展异地扶贫搬迁工作 并利用绿色生态资源 及原生态文化资源优势 因地质疑发展区域特色产业 让不断升温的各项产业 成为推动村民脱贫致富的 强劲引擎 本周 终于记者刘洋 走进美丽一乡昭绝 带您感受 昭绝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这里是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 我现在正在通往昭绝县 阿土利尔村的钢梯上 那么这个村落就是位于正面 落差达到80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 因此它也被叫做悬崖村 在不久之前 悬崖村的村民们 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一条钢梯 实现了异地搬迁 那么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搬迁后的悬崖村是什么样子的 走 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攀爬 现在我们终于到达悬崖村了 大家看我身后 这个就是悬崖村的村民们 曾经居住的房子 在未来这里条件比较好的房子 都会被改造成具有悬崖村特色的民宿 而整个悬崖村也将开启新一轮的旅游开发 很多搬迁后的村民并非搬走了就不回来了 部分村民也选择了回到老家 参与家乡的开发建设 像这里的一片油橄榄就是他们新种的 他们打算打造一批悬崖村的特色农产品 现在我们目前这个悬崖村总共种了100多毛 然后下一步我们想把整个悬崖村的土地 所有的这些土地都规划出来 然后进行种植这个橄榄油 以后我们在这个悬崖村开发城里 有几区了以后 到时候我就想做一个农家乐 在昭爵县城里 搬了新居的村民们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现在就来到了昭爵县的扶平搬迁安置点 大家看到的这些漂亮的新房呢 就是村民们的新居 现在他们正忙着参加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培训 奔着安居乐业的目标忙碌着 发展产业是群众脱贫奔小康的核心支撑 昭爵县农业资源得天独厚丰富多样 近年来当地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带动了广大群众参与到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热潮中 我现在就来到了昭爵县的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这里种植了大批量的高山错季蔬菜和水果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是一片辣椒的种植基地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 这些辣椒啊 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 这里的村民们呢 也忙着采摘 现在啊 随着园区覆盖的全面铺开 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 因为他们平时是靠那个乌龙嘛 就是种那个水稻啊 养泳 他们那个一亩地的产业比较少 不行 箱子就好了 就是那个干好的 一年经济可以达到一万七八十年嘛 在昭爵下 目前已经新建水果 蔬菜 中药材 郡类等13个类似的产业园 这些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呢 不仅大力推进了当地的脱贫空间工作 同时也助力了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数据让人欣喜 成果催人奋进 昭爵县的绿水青山呢 现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慕名而来 同时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呢 也愿意回到这里 参与家乡建设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 将迎来昭爵县脱贫空间的冲刺阶段 这里的村干部也告诉我 越是艰难越向前 接下来 他们将与昭爵的所有人民一起努力 如期实现昭爵脱贫摘贫 好的 在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 也要再次提醒您 您可以拿出手机 通过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互动 同时您还可以拿出手机呢 下载央视频 然后搜索中国舆论场的央视频号 也可以呢 通过手机看直播并且参与互动 而且还有多重号里等着您 是的 另外本周呢 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上的 幸运大转盘 还有积分商城都已经开放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赶紧拿出你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接下来呢 一榜之余 请我们来看一下榜单 榜单的第一条 无印的关注度非常之高 辽宁舰最新的训练画面曝光 而且呢 殲15呢 是带旦起飞 而且起降的全过程这个视频呢 大家可能在这个网上呢 也能够看到 确实非常的这个精彩 所以呢 这条消息呢 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 那既然视频大家都看过了 包括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的 这个画面呢 大家可能也已经充分地感受了 所以我想直接请我们的这个嘉宾 请杜老师吧 因为这条新闻关注度至高 我觉得很多网友的问题 其实呢 问得也差不多 就是大家也特别地想了解 这个带旦起飞 比如说它的难度 还有这个精彩看点 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看点 还有就是漆架 编机 编队 这样的一个编队飞行 又有什么样的这个亮点 请您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 如果是带有各种空内空武器 和空对海武器进行起飞 这个变好特别大 我个人理解呢 第一叫技术难度 第二叫心理难度 因为如果加挂了各种武器装备 这个飞机的重量变了 那重心变了 另外风阻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整个飞行品质会有一定的调整 但是滑跑距离 包括其他的调整 有可能也是个动态数据 关键是离间的速度不能变 就必须在那个角度 把自己的速度加速到这个状态 才能够顺利起飞 所以无论是这个油门的控制 包括这个动作量的协调 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就整个的飞行 像以前我一个人开着车 后部拉了好多东西 它就要调整自己的动作量 就要调整自己的这些 其他的一些驾驶的要领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它是对本身技术的一种突破 这个点位我想飞过那些 殲-15的飞行员会有亲身感受 第二个技术是个心理难度 比如以前我带一个训练弹 带配重或者跟随什么都不带 进行各种训练活动 因为心里没有压力 他突然把反战导弹 比如说中矩弹和格斗弹 全部加上之后 他会感觉 我记忆下位有这么多武器装备 而且它的这些威力都很大 一旦在这个飞行过程中 各种使用方式 如果不注意 有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 所以特别地经历集中 这样对飞行员的心理和意 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所以大致判断 从以前不带弹到带弹 飞机会发生变化 人的心理素质也会发生变化 如果单从起飞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两个点位 应该是变化幅度比较大的 如果实现了7级编队飞行 包括在阅兵式上 都没有这么大一个编队的数量 我感觉可能两个变化 第一是从会飞到会打 第二叫从能打到能胜 以前是单机飞行 或者小编队飞行 如果实现了大编队的飞行 就把以前这个飞行训练 正向战术训练改革 像以前我们这种训练方式 是完整地把飞行要领 以及与航空母舰的配合 做为核心 那么现在比如说 武器的实际使用 包括对不同目标的打击行动 说明它已经能够进行战斗 如果按照现在的编队飞行 就是不光是能够战斗 还有能赢 最后在海空作战行动中 你看我们监视舞起飞的时候 有的是制空的 有的是对海的 就是它不同的组合方式 可以形成个腿前 既可以打掉对方的空中目标 还可以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攻击 这是标准意义上的 空中进攻编队最核心的点位 所以我想通过这些变化的调整 大家可以看到 监视舞包括我们航母的系统 这个能力正在快速形成 我记得咱们的新闻里讲 叫整装能力 整装就是不是一个人的能力 也不是一条舰的能力 也不是一架飞机的能力 是整个海空 包括各种维护保障 所形成的强大的进攻能力 这一点更重要 好的 谢谢杜老师 那除了这条关注至高 我们继续回到榜单 来看看第六条 中国外交部说 美方应该停止 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和挑拨离舰 确实我们看到 美方最近在南海 东海等等 不同的方向频繁的骚扰 那具体情况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们也通过短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方先后用英文和中文警告驱离 我们看到美国最近小动作不断 可以说挑衅频频 碰瓷的意味非常明显 网友最关心的就是 这些小动作背后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关于这个马斯廷号的相关的提问 小鹰舞问 美军为什么派出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 闯入我西沙海域呢 那打着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的幌子 美国遮掩了哪些不可见人的目的 不可见人用得好 那我们就请曹老师来回答 这个马斯廷号 它是美国的阿里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它是2A型的 就是1型 2型 2A 它这个2A 你看它就是性能 作战性能是比较先进的 同一型舰里面的 那么它的这次的活动 应该是有意识地 在给你挑衅和碰瓷 因为它前面 这个从西太方向过来的时候 有意识地是穿航台湾海峡 那么它穿航台湾海峡的时候 有意贴近中国大陆这边 给你这么航行 那你这个就是有意识地挑衅 所以我们当时就派出了导弹驱逐舰 对它进行查证 跟踪监视 你走我也走 反正是看着你 所以你看它首先 这个航行的线路 就是有意识地跟你挑衅 然后到了南海之后 它就贴着我们的西沙群岛走 这个西沙群岛 它有一个最大的岛 叫永兴岛 那是我们三沙市的所在地 那么它贴着你旁边那个东岛 东岛上面有好多尖鸟 还有野牛 基本上就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比较小 那这样的话 它就贴着你的东岛 这个鸟岛这边走 你跟他说现在你靠近中国的线海 他跟你什么耍赖 他说这个就是礁岛有分别的 他说岛才有12海里 你这个礁没有 所以我这是航行自由 他就跟你耍无赖 那我们解放军当然要对他进行警告了 这个是中国的领土 请你离开 所以你看我们对他进行了查证识别 然后警告驱离 所以你看他的这一路的航行 都是故意在给你挑衅 都是故意在给你找茬 他的这个行为 所谓见不得人 就是想什么呢 通过他的这种军事行动来搓火 就是我靠近你一点 擦个边碰个词 你如果对我采取个行动 我就嚷嚷 你看他不让我航行自由吧 他阻碍了地区的稳定吧 所以他就是给你找茬来 但你看我们做的很多题 你过来了 好 我跟着你 就是你有什么行动 我就看着 那你到了这个西沙 我告诉你 警告你 驱离你 反正也不让你在这兴风作浪 最后他的目的也没有得逞 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 但是这种挑衅呢 确实容易让人想起牛二 应该送给这个美国 有些政客一篇文章 就是牛二最后是怎么死的 来 我们来 接下来再来看看网友们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问 有一位网友 他联系到最近美国防长埃斯珀 对中国攻击性极强的一种言论 有几句话 专门艾特易老师 请分析一下 我们来看满怀玫瑰 他就问的 说美防长埃斯珀 不断地渲染所谓的解放军威胁 还挑唆其他国家 要慎重地考虑与解放军交往 居心何在 他就是想问一下 目前这种局势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会怎么样 现在美国的军政要员们 他在谈论中美关系的时候 如果能说出这个好话的 那基本上就是见了鬼了 所以从这个 现在埃斯珀的言论来说 还不算是美国最过分的 因为有蓬佩奥在前面 一般的美国政要 想在对华 讲一些风言风语方面 超过蓬佩奥 不太可能 但是埃斯珀的言论 仍然我们要高度重视 是因为这段表示 并不仅仅是一个 美国当前对华心态的反应 或者说一种习惯性的表达 它隐含着美国下一步 可能会采取的动作 就是美国会要求 那么有关国家 在跟中国进行军事交往的时候 要考虑美国 甚至于说要求 有关国家要中断 和中国的军事往来 那么以此来孤立中国 这一点我觉得 是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呼吁 未来就会变成要求 那么再往后 就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指令 如果你不听到 我就要制裁你 如果你继续和中国军队 有来往的话 我就要制裁你的军队 制裁你的企业 甚至于说制裁你的 相应的政府机关 这种事美国不是没有干过 美国曾经把一个 主权国家的 国家正规武装力量 宣布为恐怖组织 那么这种突破底线的事情 此前做了 此后它在做 其实也不奇怪 那么当然 对于就是说 中美两军之间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我们说有什么 正常的交往可言 但是恐怕美国下一步 它要把这个长臂管辖 伸到中国的周边国家去 其中国周边国家 特别是南海国家 如果和中国军队之间 有正常的这种军事交往 美国恐怕是要干预的 因为美国现在 一直着急一件事 就是在南海 一年多以来的 这种五刀弄枪 没有能够争取到 任何一个 南海水域的沿岸国家 跟着美国起舞 现在所有跟着美国的 都是美国的区域外 南海的区域外 美国盟友 那么现在迫切 需要把一个 区域内的国家 拉下水来 那么拉是要给好处的 那么另一方面 就是要发出威胁 那么告诉这些国家 如果你们不跟我交往 而跟中国军队交往 那我就要好好收拾你们 所以我想 这种现在的所谓呼吁 应该被理解为 埃斯珀 现在打的一个 不能说预防针 至少是做的一个前奏 那么将来美国 推出所谓 在要求南海沿岸国家 甚至更多的中国邻国 在中美两军之间选边战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更脏的手段 还有可能在后面 所以我们看到 除了不断地渲染 中国威胁以外 加强在南海 东海等地的骚扰 其实更加危险 还有在台海地区的骚扰活动 所以这个后果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也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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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训练 据悉 近一个月 解放军已公布 至少9场 包括演习在内的 军事训练活动 对此27号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 吴谦表示 近期根据年度军事训练安排 中国军队在青岛东南 和旅顺以西附近海空域 南沙岛礁及周边 西沙及其以北附近海空域 组织例行性军事演习 上述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 所以我们也要提防 有些美国政客 为了一己的政治私利 确实可能会采取 更多的这种肮脏的手段 尤其是现在采取 一系列的挑衅行为 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 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 也要紧防他们苟急跳下 我们也看到 中方的态度 非常地明确 一是反对 二是不怕 关于这方面 还有很多网友 也在陆续发来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看 大家的提问 我们的网友们 也都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纷纷表示 请美国方面 考虑相关的后果 好 再次提醒大家 下载央视频的APP 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 央视频的公众号 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接下来我就来选一条 来自央视频网友的提问 一起来看一下 问的是 关于美国U2高空侦察机 不是中方规定的禁飞区飞行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请考虑后果 最近解放军密集演习 专家如何解读 很多网友其实都在 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请杜老师来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 U2飞机已是事先特别危险 所以我们发言人讲 就容易出现海空意外事故 我判断这个意外 大概有两种 第一叫物击物射 第二是飞行事故 如果在进飞区 上空飞行 速度特别慢 它的速度是610到820 比它民航机的慢 而且它的加速性能 据美国开过U2飞机的 以前讲说 它不如民航机 如果转弯爬升 这根本就跑不掉 如果导弹对它攻击 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所以50年前 咱们用导弹 去对进入领空的U2 攻击过程中 基本上 这个几发弹 就可以完成任务 你像月日常讲的 前置法 导弹散发 28公里打的目标 所以当时 它有很高的概率 现在导弹比50年前 好得多得多 一旦在进飞区上空 形成物击物射 根本没有逃命的机会 第二有可能会形成 飞行事故 比如在空中 我们驱离 或者通过其他警告措施 採取的时候 它会形慌 慌的过程中 这个飞机特别不好开 台湾地区有个黑猫中队 是美国人给的 那个开U2的 有个飞行员 他说 这个飞机 它个观察角度 就是我现在加油 如果比正常速度 大18公里 飞机两半解体了 如果你慢 它就失速进入螺旋状态 这个飞机特别不好开 你现在在空中 出现了这种意外 那等于是 自己通过这种行为 去碰瓷 我想目前看 今后如果出现 类似的情况 这个意外事故 很有可能 对美军构成重大影响 本身对那飞飞员 也不负责任 对整个家飞机也不负责任 美国大概通过 这种样子就是 我不在你的领域范围内 你怎么做我 出这种难题 所以它整个演习的干扰行动 能够达到 比较理想的状态 当然带眼号是理想了 我们现在演习行动 我判断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叫多海演习 你像之前 在某一个海域独立进行 现在你看 像黄海 台海 南海 东海都在进行 包括渤海都在 大规模的演习行动 就是说威胁从哪来 我们的演习 就从哪个方向展开 另外它是个实战演习 你像这次都把实战 当成一个核心指标 渤海又划进飞区 这个地方进飞区 说明进行武器装备的 实际发射 这样实战和实战 就能够划等号 另外就是你的联合演习 既然战区搞演习 不是一个军种在演习 不是一个集团在演习 是不同军兵种的联合 所以在那个发言人讲的叫 第一 叫多军种 第二 叫多方向 第三 叫成体系 所以从整个演习行动去分析 跟以前相比 无论是点位增加 实战指标增强 以及联合水平 都有巨大的提高和发展 所以U2飞机 大家会想想 年龄应该是老爷爷级别的了 对吧 所以很多网友也说 你派这么一个三高飞机来 它不是说现在 那么多高精尖的三高 它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胆固醇 所以碰瓷的意味 非常的明显 再来看看大家 还有什么样的提问 我们的网友最近关注 是美国热潮的 中国两款反舰弹道导弹 但是这两款导弹 我们中国网友 也是相当地关注 我们知道就是 东风26和东风21D 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叫水波文 这位网友他的提问 他说美媒热潮解放军事 分别从青海发射了东风26 从浙江发射东风21D 意测 这是美国媒体意测说 中国向南海 试射了航母杀手 对此专家怎么看 我们知道这两款导弹 中国网友也说 让航母瑟瑟发抖的 高尖武器 这个关注度也非常高 那我们请 海雷老师来回答一下 这两款导弹 的确都是用来攻击 水面大型目标的 那么但至于说 是不是航母杀手 那要看 进入目标区域的 到底是航母 还是其他的一些舰支 那么从美国的 这个媒体报道来说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 很简单的算术 从青海发射 东风26也好 从浙江发射 东风21也好 这梁框导弹的最大射程 东风26就是5000公里左右 这个东风21 可能只有2000多公里 那也就是说 它只能打到南海 如果美国的军舰 不到南海来搅事 那么这两个发射点位 进行的这个军演 对美国军舰 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那么美国人表示这个 说担忧或者是这个忧虑 你如果是南海的 一个沿岸国家 说这句话 大体上你也能说 但是美国不是南海的沿岸国家 那么美国也不是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和各方行为准则的 这个参与国 其实它是没有资格 到讨论这个问题的 就相当于说 美国退出了 伊朗核协议之后 还要说要根据 伊朗核协议里面的 这个保证条款去制裁伊朗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讲 一个更奇怪的事 就是美国人自己说 我要在日本部署 这个中程导弹 那么你在日本部署的中导 如果按照距离 算一下5000公里以内 你是打得到中国的 这种情况下 它这个行为的敌意 其实更强 所以我想就是我们说吧 人双标成这样的话 它就不是在跟你讨论问题了 那它就是诚心的 那么从目前美国的表态来说 你别说是你搞一个 导弹在南海试射 你在这个永兴岛上放个鞭炮 它都说你污染环境 所以从我们从这个 就是从这样的 当前的中美态势下 其实美国说什么 我们可以不在意 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 我们所释放的战略信号 美国有没有得到 感知到这个点 如果美国感知到这个点 并且改变了美国的 此前的行为模式的话 那么这个信号 释放的就已经到位了 但如果说我们 这个释放了信号 美国也接受到了这个信号 但是美国不改变行为 那只能说明 我们的释放的信号 还不够强烈 那我们还得再接再厉 所以确实美国的表现 真的是已经完全撕毁了 这个所谓的味道式的形象 就是摆出一副无赖的嘴脸 你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 可能苍蝇拍举着 可能更有威慑力 不一定要拍下去 来 我们接下来看看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这位网友 他的提问的角度 非常的有意思 他关注的是 美国飞机从哪里来的呢 请曹老师看一下 您电脑前第一个问题 镇山秀丽 他说美国侦察机频繁的挑衅 这些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呢 美国离中国如此遥远 长途挑衅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准备知其来者而未雨绸缪 好 这个美国它现在在我们周边 进行的这种侦察活动 陆海空三军的侦察机全来了 你看海军的P-8A反前巡逻机 P-3C反前巡逻机 还有它的EP-3电子侦察机 美国空军的U-2高空侦察机 美国的RC-135 这都是处于空军的 陆军的是挑战者650都来了 所以你看这么多的机型 都从哪来的呀 都不是说一定要从美国本土 跨的太平洋飞过来的 那比如说这次高空侦察机U-2 就是从韩国的乌山机场起飞的 那个乌山机场是美国和韩国空军共用的 那么既有侦察机也有歼机机 所以当北部战区演习的时候 它从韩国起飞就距离比较近 制空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是从这起飞的 还有从关岛起飞的飞机 还有从日本的一些美军的基地 起飞的飞机 所以它问从哪来的 我告诉你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 因为美国的飞机从哪来 我们的雷达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首先这是可以知道的 那么第二点 它说这些飞机就是来了 都是干什么的 你看看有海军的有空军的 有陆军的 这个海军的飞机 它主要是发现你海面上的 这些舰艇和水下的潜艇 空军的 它主要是电子信号的侦察 陆军的 它在探测你的地面上的这些目标 那么U2高空侦察机 它有意识地来收集你的演习的情况 所以你看它的目的也很清楚 而且频度很高 所以说它是一种挑衅性的行为 所以这些情况结合起来 机型 航线 频度 那这些包括离我们国家这个距离 就可以看到它挑衅的意味非常浓重 挑事的意味非常浓重 它就是要跟你找茬碰瓷 引起你就是这种 比如说距离碰撞 或者是打它 它就巴不得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话就可以制造危机 制造矛盾 转移国内的这些 就是抗击疫情不利的问题 为它的政治目的来服务 为它的大选来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情况之后 不要随风起舞 你飞机来了之后 我告诉你赶紧走 然后给它驱离 进行这种正常的 就是我不随你起舞 我也不让你呼来 因为你来了我就给你赶走 来了就给你赶走 你从哪来你干什么 我一心二组 所以说我是沿着你带 严密监控 而且这个圈套看起来也太明显了 一目了然 它在场上不断地犯规 但是它同时扮演运动员 又是裁判员 规则还是它定的 所以目的非常地明确 另外我们看到 还有一些消息说 美国防长埃斯珀 最近说美军要进一步 强化在印太的军力 其实这种论调是陈词滥调 已经听得很多了 但是还有一个消息说 美国正在研究准备 在亚洲国家部署中程导弹 这个后果就非常的危险了 那么显然可能要把盟友 一起拉入到危险的境地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俄塔社27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当地时间26号 在夏威夷发表讲话 再度炒作所谓的中俄威胁 称美国打算进一步强化 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军力 他还表示 美国将投资发展新一代技术 以在未来维持和发展 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实力 埃斯珀还声称 美国有责任在太平洋地区 发挥领袖作用 不向其他国家退缩半步 他同时表示 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 让中国尊重基于 国际规则的秩序 与此同时 美国还在西太地区 张开了一张海空一体大网 首次进驻印度洋的B-2轰炸机 部署在迪哥加西亚基地 关岛部署B-1B轰炸机 镇守太平洋 澳大利亚充当加油站 沿关岛向北 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 是里根号航母的母港 通过航母打击群 可在西太区域 为上述战略轰炸机 早清海上威胁 这样美军在印太地区的 海空一体战 便有了基本样牌 此外美国还正研究 在亚洲国家部署中程 和中短程陆基导弹的可能性 为此中国国防部 新发言人吴谦大孝27号表示 中国国防部此前已表明了 坚决反对的立场 好 继续来看看网友们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美国旺图 在西太地区之下天罗地网 但是小心自投罗网 被一网打击 好 我们来看有一位网友 专门艾特杜老师 就是关于这个网的问题 说有分析说美海军 旺图对中国形成一个 网都是的这种合围之势 是这样的吗 那美军四大基地对华 这个半环形的这种围堵 关键是最后一句 中国该如何反制 TG埃斯珀 其实讲了很多很多话 比如说严肃对待中国 在亚洲的所谓崛起 五角大楼 我们已经做好了 应对中共的准备 最近又在讲 说这个亚太已经了正中 是了宣伟的中心 所以对中共的围堵 今后是美国在亚洲地区 对中共的基本态势 那第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从窄变宽 你像之前 我们去关注这个诸日的基地 像加首纳 另外还有关岛 好像是45度 现在你看达尔文港 包括第一个加夏 都不能纳入其中 我们又像西渊 又多了45度 所以那个网兜形成立了 它是一个环形包围 今后这种包围的态势 有可能随着点位的增加 会更加密集 所以从这个范围去分析 这范围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第二是从近到远 像以前中国加门口 有好多岛链 那岛链小得不得了 但现在看 都得向后退 那么如果向后退 它意味着 中国的远程打击能力 正在逐渐提高 如果就在家门口 搞各种围堵 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目前 它把这些综合基地 和其他的相对较远的基地 作为核心 作为重点 所以画圈以后 这个位置距离相对均衡 第三是从方向攻 像以前那些小的岛链上 只能是放个雷达 或者有其他的关冲设施 但现在它指这个基地 都要有进攻能力 你像这个关岛 加首纳 达尔文港 地克加西 这都是战队进攻基地 如果从这个地方 部署航空母舰 战略轰炸机 和其他远程 打击武器装备 包括游航的中岛 它所形成能力 跟冷战这种 这个岛链 和这个窒息效应 完全不一样 这叫手术刀 叫拳头 所以这个变化比较大 我们应对这个威胁 也不如一天两天 从冷战 美国在周边 就搞这个岛链 现在还在做 我想我们现在 能力进步了 技术发展了 两件事要做好 第一能看到 第二能打到 你在哪个岛链上 在哪个岛上搞建筑 我们都一向二出 卫星看得到 其他也看得到 所以你在做什么 能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三件事我们都知道 所以对它的各种态势 高度关注 随时掌握它的基本动作 第二能打到吗 你现在我们武器装备 包括刚才讲 那个东风系列 哪股风都可以刮过去 无论弹头 包括毁伤效果 也逐渐提高 所以周边这几个点位 虽然平时有点能力 有点威慑状态 一到战时 我想也是变成一个纸链 变成一个豆腐链 不会有真正的含义 好的 那接下来 这个话题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继续来推送 好 因为美防者埃斯珀 再度炒作所谓的中俄威胁 那么下一个话题 是关于美俄是否会升级 我们来看这位网友 小可乐 他的提问 他说俄罗斯在阿拉斯加附近 多次演练导弹发射 俄潜艇也在阿拉斯加附近上浮 那俄军机最近是 最近的时候是距阿拉斯加海岸 仅50公里 那最近五角大楼 也放出视频称 这一系列都是目前发生的情况 请问专家美俄对抗是否会升级 持有50英里 那我们请曹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俄罗斯 他在阿拉斯加 就是故意演给美国看 因为他把这个战机和军舰 都放在美国的家门口 就是告诫美国 不要你老在我的家门口捣乱 我也可以在你的家门口 进行这种军事威慑 这个潜艇 它有一个规则 特别是核潜艇 就是我让你知道 我知道我的存在 但是我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 但是美俄这次博弈呢 出现了个新情况 美国把他的海狼级的核潜艇 突然在俄罗斯加门口冒上来 我在这呢 然后这个俄罗斯也不客气 它是霍姆斯克 这个也是攻击型核潜艇 等一下从美国的这个近海 一下冒出来了 美国人说 你是不是坏了 怎么浮上来了 俄罗斯人说 没坏 没你什么事 我就在这演习呢 就在你的家门口 所以我们看 美俄的这种博弈 就是你来 我往 这个互相的 这个潜艇 飞机 你只要到我的家门口来 俄罗斯 苏27起来 驱离驱赶 所以你看 他的这种博弈 就是主要是在欧洲方向 包括北极方向 都是这个在演习 俄罗斯 打实弹 反舰的导弹 一下打300公里到400公里 给你美国看 你美国不是搭载的 鱼叉导弹吗 你不是200公里吗 我虽然舰艇 比你少 比你老旧 但是我导弹比你好 400公里 你还没靠到我呢 我就打出去了 所以你看 美俄的这种博弈 既是军事实力上的显示 也是一种 他们互不信任的加深 那么这样的 你来我往 这样的互不信任 说明美俄的这种博弈 美国和北约的东扩 挤压俄罗斯 他们这种矛盾在深化 那么这样下去呢 就是他们的博弈 继续会深化和升级 好的 那这个话题 我们先聊到这 接下来呢 再来回到榜单 来看一下榜单第四条 这也是观众度非常高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 超过596万 而且呢 超过750座大学 都出现了确诊病例 其实美国的这个疫情呢 还是非常的严重 不管美国的政客 如何在各种场合 不断地这个粉饰 但是事实和真相 就摆在那里 但是呢 对于美国的这个疫情 如此之严重呢 我们看到很多政客呢 却是置于不顾 还把所有的精力呢 放在中国中国中国身上 不断地这个提及中国 而且呢 又再次破坏游戏规则 对中国的企业下黑手了 好 我们通过大家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27号晚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美国共和党 全国代表大会上说 若拜登胜选 中国将拥有美国 而如果他当选的话 则会把美国业务 从中国迁回 就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美何则两立 斗则俱伤 敦促美方同中国相向而行 管控分歧 对于特朗普有关 转移产能等论调 赵立坚指出 这是美国一些政客 将党派和个人私利 置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上的 政治操弄 既不可行 也不现实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商务部26号 发布消息称 对24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将这些企业 列入所谓实体清单 理由是他们参与了 中国在南海的 岛礁建设活动 被列入实体清单 意味着美国企业 今后再向这24家中国企业 提供源自美国的技术之前 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 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 对参与南海岛礁建设的个人 停止发放入境签证 路透社报道 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的 这一轮行动 是美国政府第一次 因为南海岛礁建设问题 对中国企业或个人发起制裁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7号对此回应表示 中方在本国领土上 开展相关建设 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 与军事化无关 中方企业和个人 参与本国建设活动 合理合法 无可厚非 美方此举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完全是霸道逻辑 强权政治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赶紧扫目标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大家来看 我们本周的积分商城 都已经是完全开放了 赶紧用你的积分 来兑换我们的好礼 把我们上新了很多新的礼品 看有的已经是抢光了 那祝你好运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的《终于最热评》 好的 好 今天的《终于最热评》 我们来关注岛内的话题 最近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马英九是炮弓民进党的 两岸议题 他直言民进党 是将台湾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那双方的论战 目前仍然是持续升级 来看具体的情况 近日前台湾地区 这领导人马英九 针对两岸议题 对民进党当局开炮 抨击蔡英文的两岸路线 将台湾推向战争边缘 马英九称 从现在起 到我告别世界的那一天 一定要防止 两岸战争的发生 此外马英九提出 首战及中战 美军不会来的发言 更是刺痛了岛内亲美人士 岛内专家表示 马英九战破了他们的谎言 民进党的两岸路线 将受民意考验 根据TVBS最新发布的民调数据 台湾各年龄层 对蔡英文满意度 都有所下滑 尤其是20至29岁的年轻族群 从原本74% 大幅降低为53% 30至39族群 也从原本的63% 降至48% 即便如此 蔡英文仍不放弃打台独牌 台媒报道称 台当局向美国采购的 按机鱼叉反舰导弹项目 美方渴望在美总统大选前宣布 报道还称 依据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的要求 采购总价值已猛增到 800亿元新台币 台当局疯狂采购美国武器的做法 随即引发岛内网友的怒斥 称民进党当局只拼命掏空台湾 呼吁别浪费民之民高 两岸和平才是良方 有台媒评论称 蔡当局砸巨款向美国买武器 看似已做好打仗准备 但打仗不止靠武器 更要有人 最重要的是要有民心支持 而台湾民众毫无疑问 是不希望战争发生的 马英九的表态 确实刺激到了一些台独分子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 有什么样的问题吧 网友也是希望 嘉宾对马英九的讲话 进行一个解读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位叫宇台的网友 他说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是提出了 他提出这两句话 解放军攻台首战及中战 遭到绿营组团的围攻 26号再度提醒蔡英文 若坚持承受第一波攻击 会给台湾带来很大的战固 岛内民意怎么看呢 也请解读一下 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岛内的专家 有请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 尤子祥先生来解读一下 马英九提出了 解放军攻台首战及中战 这样的说法之后 在台湾当然是引发了热议 他其实引用的呢 是台湾防务部门 相关智库的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评估啊 台海如果发生战事 大陆对台的战略 就是首战及中战 而且类似这样的观点呢 在许多专家 对台海情势的分析里面 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不过呢 马英九说出来之后 立刻遭到了台湾当局 绿营媒体 绿营评论人的围剿痛批 说呢 他是失败主义 说他是恐吓台湾 但是你如果完整去听 马英九的发言啊 他的用意是要提醒蔡英文 你作为台湾的领导人呢 不应该轻忽战争的危险 作为领导人啊 要告诉人民的 不是发生了战争 你能撑几天 而是怎么样能让战争 不要发生 但是对比蔡英文的说法 蔡英文是说 如果发生战事 台湾就能打赢吗 不是的 他说的是台湾有第一波防卫的能量 在大陆第一波攻击之后 再等他说的全世界站出来 其实说的是美国了 马英九担心的 就是这样一种 承受第一波攻击 再等人来救这样的态度 如果真的来了攻击 你能确定承受得住吗 那么你能确定 如果承受了攻击之后 有人来救吗 我想就算是绿营 现在操作这种铺天盖地 批马的这种民粹 台湾还是有很多人 把马英九的提醒给听进去的 两岸如果发生战事 那么就是台湾的悲剧了 所以领导人要设法 让战争不要发生 好的 谢谢尤子湘教授的解读 谢谢 解释得相当清楚 我们再来看 蔡英文当局为了讨好美国 抱大腿又出了相当多的昏招 比方说是不顾台湾民众的 食品安全和岛内的 畜牧业者的生计 执意是开放含有瘦肉精的 美猪美牛进口 同时还在台湾建立了 F16的维修中心 继续来看下面的短片 28号F16维修中心 在台湾接牌 蔡英文出席接牌仪式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 美国新进批准向台湾 出售66架最新型号F16战机 这将使得台军拥有F16总数 达到208架 为亚太地区之最 另据台媒28号报道 为强化两栖战力 台军决定再向美国增购 36辆AAV7两栖突击车 按照计划 这36辆AAV7两栖突击车 将在2020年及2021年 分批完成交付 总金额约1.97亿美元 此外 美国在台协会27号公开的照片显示 一架台湾战斗机 和一架美军空中加油机 正在执行空中加油任务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27号表示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行径 近期 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种多方向 成体系出动兵力 在台海地区连续组织 实战化演练 针对的就是外部势力干涉 针对的就是一小撮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分裂行径 而除了购买军备讨好美国 28号蔡英文还宣布 将开放含有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和30月0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 目的是为于美国展开贸易谈判做准备 据报道台当局是否进口美国猪肉牛肉 也已从农业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 由岛内民意代表直言 过去大力反对 现在却要开放 怎么跟支持者交代 台湾舆论指出 台当局已出卖台湾的利益 换取美台友好关系升温的假象 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开放美猪美牛其实只是开始 若民进党当局完全丧失底线 未来台湾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好的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的 两个方面 先来看网友问关于F16的问题 肖茜问的 美国为什么要在台湾建F16的维修中心呢 那最近台当局又公布了2021年度的总预算 防卫预算的缺口达到300亿新台币 这种情况下台湾为什么还要高价买美国的武器 请杜老师来回答这问题 现在建这个F16维修中心 它首先是一个勾结中心 如果台湾地区把F16维修中心放在地方 进行所谓的克隆河模仿 它能够进行升级 今后在发动机弹药很多方面 与美国大概能够学点代眼后来真经 所以对于提高武器装备的综合能力 实现这个U5互毒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二个送钱中心 因为如果按照目前美方 比如说你有场地建设 设备建设 包括人员的一些费用 那这个地方会榨取很多很多军费 比如在台湾进行战机的维护 那个价钱有可能美国人说了算 所以整个定价权 包括这个款项 台湾没有任何发言权 所以大量的台币会继续送给美国军火商 实际上美国已经把那个血管 从本土装到了台湾身上 随时可以抽血 这样对整个台湾经济会构成 比较大的伤害 实际上是一种陷倍行为 他认为这个中心以后能变成保护中心 比如说两个开战 然后有人在帮我 像刚才那个讲说 如果等不来美军 或者等不来美军 这大概是他也在做这种盘算 总的判断在经费缺口如此大的情况下 还在疯狂地进行购买 那实际上脑里还有一个幻影 就是美军一定能来 我顶住第一波攻击之后 所谓什么全世界都能够站出来 台湾网友讲的很有意思 他说现在这个台湾地区 它三个机器 第一是提款机 没有密码 比美国想想多少要多少 然后都提完了 变成个榨汁机 直到把那些渣子全要榨出来 把最后一个台币都要榨走 另外这个欠款机 应该说没钱了 到国际上到贷款 这样对整个台湾经济 会构成重大影响 所以蔡英文目前 对所谓的对美军售和军购 他认为有多少钱无所谓 只要能够把钱 最大限度地给美国人 美国人根据钱的数额 对他进行所谓的支持和配合 所以这样下去 这个空心菜 有可能变成空心台 不怕血被吸干吗 好的 来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第二问题就是 刚才片中提到第二个内容 就是蔡英文当局 执意开放美牛美猪进口 是为什么 我们再来看宠情岛 这位网友问的问题 他说民进党当局 不顾民意反对 做这个进口的行为 美贸易代表 为什么说解决 美猪美牛进口限制 对加深所谓的 美台贸易关系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这个问题 我们请叶海林老师来回答 经常台湾岛内的评论员说 台湾的对美贸易政策 就是凯子外交 其实这话说得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台美的贸易关系 不是台湾觉得 觉得什么东西好 从美国那儿买 而是美国认为 什么东西能赚钱 我要卖给台湾 这个主层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市场关系 我们比较一下 日本 韩国和台湾地区 跟美国的这种军售 以及农产品贸易关系 能看得出来 就是日本是美国的 头号的亚太盟国 他就可以说 我不买美国的农产品 但是我买过美国的军备 这个韩国呢 作为一个二等的 这个美国的亚太盟国 就是说 在买美国军队 和买美国农产品之间 我可以博弈一下 就是我只能买一样 你看你卖给我哪一样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军售优先 农产品我可以抵抗一下 到了台湾是最奇怪的 就是台湾是军备要买 而且挑贵的买 就是只挑贵的 不挑好的 然后呢 美国的农产品 不能讨价还价 那么你也得买 实际上 就是这就看出了 一个三六九等的问题 蔡英文总是 跟台湾岛内的老百姓讲 说我们投到美国那边去 美国会保护我们 实际上 美国保护你 保护还是不保护你 这个事儿 台湾不知道 蔡英文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儿 保护费你得先交 这个是确定无疑的 而现在我们看 就是美国还没有履行 保护台湾的 这个所谓承诺 保护费已经要 台湾交得足足了 继续交下去 有一天 可能台美关系生变 不是因为台湾不愿意 交保护费了 而是台湾已经 没有保护费可交了 那个时候台湾怎么办 所以现在可能 很多的台独分子 还是心存幻想 这当然也是因为 最近美国的一些 频繁的这种骚扰 给台独分子 传递了很多 错误的信号 但是这种错误信号 传递到台独分子这里 其实后果是 非常的危险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 一旦触碰到这个红线 那个后果是 山崩壁裂 所以赶紧收起幻想 2300万的台湾民众 不能被绑在这个战车上 那接下来我们 时间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们新媒体端 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的《终于记者》 孙宇萌的江和杜文龙老师 接下来30分钟里 继续在节目 同名微信公众号 还有央视频APP 以及微博 抖音 和今日头条APP上 进行直播 解答网友的问题 分析本周热点话题 所以大家不要走开 继续在新媒体和互动 所以刚才 如果没有聊够的网友 可以继续在我们的 新媒体平台 与我们的杜老师 进行互动 继续发表您的看法和提问 而且今天还有个福利 无论是您在哪个直播平台 如果说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您的留言非常精彩 获奖的几率非常大 几乎是百分之百 大家不妨试一试 好 感谢收看本周的 中国舆论场 再见 终于好运 下周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